治疗肾病的话是西医好呢还是中医好呢 这个治肾脏病不管不论是治什么样的疾病吧 这个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都是不同的一种治疗方法 对于治疗方法来讲的话呢各有各的优势 整体来讲的话呢在治疗肾脏病 尤其治疗肾脏病的急性期的时候 还是这个西医治疗相对是优势比较大一些 但是在疾病的一个恢复局和稳定期上的话呢 因为咱们都知道西医治病西医治肾脏病的话呢 它只能针对的是蛋白浅血的治疗 从没有一些从根本上去治这个肾脏 所以说从本上治本上这方面来讲 还是中医是相对于是优势是比较大的 因为肾脏病毕竟是一个慢性病 这样的话呢中医治病它是一个调理的过程 所以说相对于来讲在急性期的时候 以西医治疗为主 再如果说在病情稳定期 或者说咱们恢复咱们肾脏功能 还是要靠着这个中药的治疗 中医治疗 这是咱们的一个优势治疗 特色治疗也是 是咱们的一个优势